智利的车离子,日本的阳光玫瑰,美国的爱飞苹果,新西兰的米猴桃,非洲的火生果,悦然的萤火龙果。 在水果圈里流传这一句话,进口的不一定是最好的,但一定是最贵。 无论进口水果是好还是坏,只要买到的是进口水果就还好。 就怕花了重金,买到的水果居然是假洋鬼子。 最近,就有新闻报道了假洋鬼子,在水果市场横行的案例。 比如,日本秦王葡萄,日本金刚宝文瓜,美国柠檬的根本没有简易准入,除了走私是不可能进口进中国的。 但很多水果超市里,就莫名其妙的出来了,没有获得简易准入的进口水果。 这些假的水果,大部分都是国产水果来假冒的。 对于这些进口水果中的假洋鬼子,一般的消费者根本也是不出来真假。 很多新品种水果,只要涨得罕见一些,包装挺美一些,贴上一些外文标签,就可以当进口水果来卖了。 在以前,其他的行业有一个说法,叫出口转内销。 比如,一个套家具,如果能出国转一圈,以外国公司的名义来买,可能价格能翻倍。 这在当时是一个很不好笑的笑话。 在水果领域,就更简单了。 为了提高利润,水果商们可以通过较低的价格,从果能手中收购国产水果。 比如,国产的阳光玫瑰,可能只有20元一斤的市场价格。 当水果收购商收购过来后,稍微一包装送到超市里。 超市就敢以80至120元一斤的市场价格去卖。 你要是说卖这么贵,没人买怎么办? 那么就可以弄一些标签,来说,这些水果都是进口水果,勾起大家的尝鲜欲望。 有人可能问了,这种水果不怕消费者吃出来是假的进行举报吗? 说实话,如果是专业的水果经纪人采购的水果,不管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,同一个品种的水果口感差别绝对不会很大,一般的消费者根本吃不出来。 利润高,几乎没有造价成本,把国产水果当进口水果来买,都快成了一个潜规则了。 反正又没人管,就算管也很难证明,我这水果是不是进口的。 就算能证明我这水果不是进口的,责任也不一定在我水果店这一方,毕竟我的水果是从收购商那里买的。 而收购商的水果,又是从上一级水果那里买的。 在这种面条下,如果这一批水果出了问题,没有任何一方会承担责任的。 这种水果产销的监管状态,决定了水果市场的畸形发展。 只要在有利润的前提下,假扬鬼子就会继续横行下去。 农产品造价成本太低,查处太难,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因。 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种问题,以笔曲的观点来看,应将水果的流通,尽快纳入流通追溯体系中。 没有追溯永恒的政策和机制,水果买值所有的农产品,仍然会来源不明,趋向不清,加工的商品至少有一个条形码,而农产品什么也没有。 一般的水果也就散了,但进口水果,高价水果,品牌水果,应该立刻以追溯的手段,监管起来。 真扬鬼子横行,我们也就认了,莫再让假扬鬼子横行起来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